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的频道 喜欢的话可以帮我免费订阅 给点赞 分享 留言支持 甚至加入成为我们的会员 很多朋友经常问 会员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真的没什么 纯粹是到我的支持 但是有时候有些标 我觉得很有趣 拿来说 讲完之后 有些标的标主 很多时候就说 讲完之后就送给我 有时候有些标 我就会继续的 但有些标 譬如给多了一支我的话 或者我觉得有趣的话 我都会送给一些会员 譬如之前大家记得 我都讲过这个牌子 当时他在众筹中 会不会出 当时我当然不会立刻说 拿出来给大家 又不是抽奖 因为不可以抽奖 有奖文答游戏的时候 送给大家 现在已经过了众筹的时间 当时其实也是谈好 他这些标给我讲完之后 他就不会拿回 都是我 叫做在观众 问答环节里面 是可以让我送给观众 更好 有标真是落到观众的手 让他们试一下 这个玩法 因此今天这支标 全新的 就是会送给答对问题的会员 只要你是会员 而答对问题的话 现在的那一位 最快的那一位 请留意 什么时候频道会问问题 就会得到这一支碗标 所有东西都是不谋利的 就是在这些送礼里面 当然有时候这些标转手 有时候我会赚钱 就会亏钱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譬如这些动作 有些慈善的捐献 或者这些是不谋利的 不过 如果收了这一支标的会员 你觉得 我又觉得收了一支标 好像白白的收了 不紧要的 你是可以 譬如你认为这支标 其实之前他只有定价 对不对 我举例 你认为他 其实都值两千元 或者多少钱 你可以自行捐了他 去你想去的地方 那你不用跟我报告的了 你做了大家 就是 那些顺势就OK了 或者你不做都没所谓 不过我这样的建议 那大家就开心 那这个标的标主也都很开心 那也都帮他说了 不是标主 那是品牌的牌主 那整件事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那也都可以让到 就是各位朋友可以试试这一支标 那希望在这个频道里面 做多一些事情 最后 讲完这一集 或者怎样 是有一个前线机构 可以得到多少的 捐献 何乐而不为 是不是 那今天就会有这样的环节 那先讲这一支标 一看到这支标 很多朋友一看 Jagydos 或者看到很大的 阿拉伯数字 8字 那就会觉得 很有 就是中国人会很喜欢 那样 那当然你说中国人 或者华人 对于8字 发这个音 那广东人尤其重要 那就 就 推广至全国 可以说是一个行运的数字 那但是呢 8就ok 28都ok 但是18就不是了 18就南方人 广东人就ok 如果你买楼 如果你是北老 北方人 18就不ok 卖18层就不太喜欢 因此就 18那些是难说的 但是普通有8字 就大家都喜欢 发发发的意思 当然 我们不是相信的 但是 有些朋友就很着意 一些 对于他们来说 很重要 Anyway Jagydos的标 一讲 就不多不少 讲少历史 即管讲少少 但是 他的官网里面 都挺详细 因此我也是那句 讲少少 历史很悠久的牌子 但是 当然他最拿手的 用今天的角度看 就不要用以前那些 根本不是碗标的角度 以前那些中 或者其他布什系统 用今天的角度看 一定是三个 最 iconic 的 东西 第一个就是 他的缓偶的标 可以是中 以前 很贵 很漂亮 很unit 很独特 一定喜欢 不过负不负担 得起 或者会不会负担得起 之余 都决定去负担 而已 相当OK 第二个最漂亮的东西 他大明火法郎 是很棒的 当然我认为他 和保基 大家swatch集团里面 是否同一个 supplier 就是百富裕的供应者 是否同一家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 他的确是很漂亮的 大明火法郎 不用说了 第三个就是 这些 Grand Second 八字标 有八字在中间的演绎 这个牌子很古老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 都消失 或者半消失 或者完全消失 于大器中 当然是 swatch集团 将他咸语翻山 rebrand 这是不可否认的一件事 入了这个大集团也好 因此 因为他 立即就有很强大的 技术支援 基深的支援 sales network的支援 而swatch集团 因为一直以来 在2000年代 90年代 2010年代 甚至时至今 都在大陆特别厉 因此他的标 在大陆特别厉 令到 Jackie Dawes 也在大陆特别厉 他要swatch集团 有什么标 是在大陆特别厉 或者我说 你知道在大陆特别厉 因为 的确是 在大陆做得挺好的 包括 Longin 浪琴 寶基 寶柏 Omega 以及Jackie Dawes 亦都是很强的 我没有官方正式数据 但我认为 有超过一半的Jackie Dawes 是在大陆出售的 这是我估计的 就 未必作准了 Jackie Dawes 有非常好的后台 引致他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他的换偶标很棒 他的大明火法流很棒 但他的八字标 亦都分了两个路线 给大家去选择 普通的Grand Second 以及这一款 叫Grand Second的SW 其实以前不是叫SW 以前叫SUW SUW 是 Sport Unity Watch 后面 觉得很麻烦 就把它改成 简社 SW 即是 Sport Watch 你看到他的分别 和一般Grand Second的分别 在于 他的设计 河是更运动的 他的圈子 就设计到凹凸的东西 但又不是继续圈 两只耳朵 有一点 NOTOLUS 的两只耳朵 最容易看到的 就是 会有一条桥在中间 而这条桥是做得很漂亮的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 如果这条桥 可以在Grand Second里面出现 可能会很好 但是 风格未必好一致 但是他的八字 这个运动风 其实有一点我想说 也这么说 经常说 就是什么呢 一只标 经常说 何为漂亮标 何为不漂亮的标 一样东西 一句说话 解释完就是 真标和假标的分别 大不大呢 是不是别人拿上手一看 就知道 这就是真标 如果有些标 是很轻易被人做到超A的 高仿的 那就是证明什么 真标 也不是真的那么漂亮 很多标 真的 你怎样做 都一看就知道 你绝对是假的 那 我举例 Alanga & Son 基森 你反转底 你怎样做 假的 都是很假的 那这些就是很假 是不是 有些标 就是 你 没理由大明火法郎 是真标的 又或者 很漂亮的彩繪 是真标的 那你假的都做到这么漂亮 那是很难的 那这些标 也可以某程度上 可以见证得到的 就是 他这个八字的手工 就是这一块 八字这块的金属手工 和这一块桥的手工 你一下镜头看 是假不了的 非常漂亮 非常之 通透 就不是假标做得到 那加上他的鱼 是做得很漂亮的 那当然他的鱼 就不是自家的基心 是寶柏的基心 和 group 的寶柏 帮他制造了基心 但是做得非常漂亮 我觉得比寶柏自己 好多出厂的 那些五十层的基心 那一件事比较神奇 整天的标戴上手 非常之有 运动表 但是他有两样东西 不是那么好的 但是他叫做 SW 运动 那起码有一样东西好的 就是他有夜光 用这个不是那么好 用一个紫外 这个也可以 你看到他运动表 起码有夜光 你看到几点 而他五六七那几个字 很特别 是不是在上面 阿拉伯字 上面的罗马字 没有夜光 那阿拉伯字又有夜光 那几个人 那一样东西 起码是一只运动表 有夜光 这个很重要 但是他不好就是什么呢 作为一只这样的运动表 你可以选择膠带 或者皮带 那我喜欢膠带 如果这样的样子 只有五十米防水 又真的差了一点 加上是没有停秒功能 就是何谓停秒功能 就是你教时间的时候 你拉 它是不会停的 那对于一些的 对时间很痴迷 是要极度执着 每天不可以 差几秒 对着天文台 否则他周深不自在的朋友 你表下没有拉停 是一个 有些人会觉得他是不好的 我完全不在乎 就是这些缺点 膠带 一个 你未用过 会觉得很麻烦的扣 不知怎么办 其实不难 这个先拌上来 这个 就可以 拔出来 教你自己的位置 教好之后 就拌下去 再 双接 来的 我觉得这个扣做出来 真的不便宜 也挺麻烦 但是又很实正 又不会弄破 这个意思 整个标 牌子 Jacky Doss 真的算是冷门 但是他的样子 这样八字 又真的很多人认识 45mm的大小 不是真的很大 戴上手 可以接受 唯一不可以接受 当然他的价钱 就是比较 定价 贵一点 11万多 这个标 11万多 寶柏基深 你自己买一只50寸 都可以 我不喜欢50寸 我只喜欢Jacky Doss 亦可以 但是 这个价真的有点离谱 以标论标 讲质数 标颗的制造 Dial的制造 寶柏基深 你看他的带 看他的扣 就绝对是高级标 就并不是三四万元 四五万元 一只Panel Y 即基础系列的Panel Y 的质数 绝对高过Panel Y 你拿上手 你摸过上手 你就知道 所以Panel Y基础那些 是标价四万五万 这只标价要贵这么多 有原因 但是 11万多 就当然不买 老实说 也是一个 跳楼界的精英 这个牌子 通常都跳楼跳得很厉害 半价很基本 再便宜的半价也大量 然后这些标 二手大概三折以下 差不多的标 要买的时候要注意 甚至新标 都很多时候很便宜 就没人用正价买 这些标 随着大陆经济 不是那么好 以前有一群 富豪也好 土豪也好 很多Jackie Doss 不同的面子 运动款 在大陆经常看到 因为我经常上大陆做生意 出现的机率非常高 就算到今时今日 在大陆 你看到一个人 戴Jackie Doss 绝对的机会率 是和Panel Y有得亏的 你绝对猜不到 因为Panel Y 现在越来越少人大 但是 在美国 在德国 其他地方 你就会觉得 什么可能 当然多人大 Panel Y多些 但是在大陆 的确 很多人认识 很多人喜欢这个牌子 也跟他自己 有说什么清朝 什么乾隆 有关系 但是 以标论标 是一种相当不错 日用 也非常好的标 缺点说了 防水能力太低 只有50 而且 这个标 没有拉庭 有些人会介意 而且定价 太贵 不知道你会不会 买这个牌子的标 如果你买的话 会买 普通的Grand Segan Jazz Watch 虽然戴 湿水 不太方便 或者表情不太 但是 你觉得表面 一定是 为了这条桥 买 Sport Watch SW 系列的这些 欢迎留言 再说 至于问题 不是什么 就等影片 过了几天 就会问 最快回答会员 就会 把这个碗标 送给那位会员 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 希望也可能 可以是一件善事 多谢各位